如果你在夜里看到一些很诡异的东西 或是听到一些声音 这是真的很吓人的 因为就像是有什么未知的东西闯进你家里 这些未知的东西就像是某种超自然现象 要是这些东西是恶灵的话 那可就要小心被它们盯上了 大家好,我是Genius 欢迎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 6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恐怖影响 奇异的叫声 这视频是由Daniel Rock上载到YouTube的影片 而这是发生于2020年5月27日 地点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莱恩 从影片里可以看到 在夜晚里传来奇异的叫声 远方的住宅区发出了一阵阵的闪光 像闪电一样 Daniard好奇地出外寻找 发出那声音的地点 在他离开不久后 那奇异的叫声又响起了 就在他前方的区域 但Daniard还是没找到 Daniard回到住宅后 还是陆续的听到那奇异的叫声 就在这怪事发生的两天后 在那发出奇异叫声的地方 有战斗机出现 并低空飞行 Daniard表示 这是他首次看到有战斗机出现 让人不禁联想 这战斗机可能是在进行调查 当晚8点30分左右 在战斗机的同一个方向 又有闪光出现 而Daniard拍摄到 有个像云一样 悬浮在空中的不明物体 Daniard并不是唯一一个 记录到奇异叫声的人 在同一个地区 YouTube用户名为Rusty Aperito 也上载了类似的视频 从视频上能看到 前方的树林间 发出奇异的叫声和闪光 这与Daniard的视频一样 所以这起事件 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讨论 许多人都相信 这是真实的 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恶魔的影子 YouTube用户 Ricky Vallakev上载了这视频 这是他去墨西哥沿海的小站拍摄的 而他专门调查一些离奇的地方 他来到一栋废弃的房子前 这房子曾经住过一名妇女和他的儿子 与他一起前来的 还有一个受村民尊重的长者 而这长者 站在一墙前开始祷告 希望能与那对母子沟通 与此同时 Ricky漫步周边记录情况 不久后 他们听到有女人的声音 Ricky展示了他用来捕捉鬼魂的特殊器材 画图又灰色的部分像是个人 而左边圈起红色的部分像是恶魔形状 虽然这时Ricky很震惊 但他不想停止调查 他改用一个特殊的灯器 照向刚才发现恶魔形状的地方 而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 Ricky吓得马上离开 跑向漆黑的树林 而他在树林逃跑时 前方竟然找到一个男孩和土狼 这男孩和土狼可能在Ricky遭到恶魔影子时 已经在树林盯着他了 可怕的人形影子 马里奥拉拉 是间售卖皮纳塔的商店老板 至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 他的商店怪事连连 让他不得不怀疑商店闹鬼 一名店员在排货时 有样商品从他身后的架子上弹出 吓得这店员大叫起来 还有一次 当他经过电钻时 电钻自己动了起来 诡异的是这电钻并没有插通电源 还有某个晚上 店内悬挂的人形皮纳塔 自己旋转起来 而这天夜晚 马里奥查看监视器时 发现很异常的东西 请看警方订阅 首先是画面受到干扰 一回而拍得到 一回儿画面就消失 而能听到周围有怪异的声音 之后更在皮纳塔队中 冒出个鬼影 这让马里奥决定回商店查看 他来到了店内并没有发现异常 马里奥在走到商店后方查看 当他抬头看向屋顶时 在那里有个人形的影子 这下的马里奥马上离开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呢 恐怖的娃娃 这能解释很多奇异的世界 很多诡异娃娃就是被邪灵入侵 才会在家中发生许多可怕的事情 一天 女子在整理东西 她翻出了一个娃娃 当她问娃娃想参与游戏吗 娃娃竟然回答她 好的 多一下吧 这让女子吓坏了 这类娃娃原本只是会重复人们说的话 而这娃娃像是被某个灵体进入 让人不禁联想到鬼娃娃电影 要是有一天 你家里的娃娃 也开始对你说话了 你会怎么办呢 想玩杀刀吗 OK 想玩杀刀吗 OK OK 穿墙而路 接下来的这画面 或许你会在许多电影中 看过其中一些片段 视频能看到 这是拍摄某个监视器的画面 男子吹出他的朋友注意屏幕 看 看 等会 Frank would do it 看 Watch it watch it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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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 the hell?! That's Frank dude I know Or it's somebody with Frank's body Okay You hold him down Go get a wooden stake I'm recording Did you see that? This is the door This is just like It's actually a door But it's locked Okay You can't walk through it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It's just like It's a do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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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異的声响 夜晚时分 一名叫做Haley McCary的男子 听到地下室有声音传出 这像是一阵阵在甩东西的声音 狗也警觉的肺哲 于是Haley决定下去查看 是什么在发出声响 Hello? Hello? Haley先是打开楼梯的灯 并大声问道 但那声音却变得小声 突然一阵响亮的声音 从楼下传来 这像是人在踩踏梯极 Haley还没看清 就被这样的声音吓跑 还有一个类似的视频 一名男子觉得楼下有动静 当他在楼梯上时 突然听到有种 像是人在踩踏梯极的声响 向他冲来 这完全把他给吓走了 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的是鬼魂的恶作剧吗? 这些超自然现象 在他们出现前的确是有迹可循的 但人们还是会好奇的前往 套用一句西方艳语 好奇心害死猫 也许当下就有什么东西 正在盯着你看 而你还浑然不知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点击订阅按赞与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